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平宗基督教医院神经内科的吴敏征医师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关于巴金森氏症这个疾病 巴金森氏症 大家来门诊最常问的问题 大部分是手抖 那他的手抖主要会是以静止情 就是平常休息时候 手放着不动的时候抖为主 那除了这些症状之外 他还会有一些像是动作变慢 脸部表情变少 那走路容易跌倒之类的症状 那除了这些动作上的症状之外 病人可能还会表现出一些像是睡眠 便秘或是性功能方面的问题 那会出现这些问题的话 主要是因为脑部里面分泌一个叫做多巴胺的 神经传导物质的神经细胞逐渐凋亡 那这个退化的过程中 这些神经传导物质逐渐减少 进而引发病人有这些临床上的症状出现 那目前为止的话 药物可以帮助病人改善这方面的症状 不管是在手抖或是动作变慢的部分 所以在前期 药物都可以帮病人尽量回复到他的生活功能的部分 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欢迎到诊间咨询 评通基督教医院观心音